以前呢就会想要说一夜致富 但是真正存到财富要靠聚杀成他 慢慢累积 那我就是改变我的理财的思维和态度 然后我就开始扣基金 慢慢扣三千一支 六千两支这样子 慢慢扣这样累积起来 然后还有就是我有买了一个保险 这个保险呢是就是 未来可以当我的养老金 可以每年提领这样子 保险是一个什么样的保险 未来可以提领多少钱 可以说吗 它就是储蓄险 我先买那个兽险 然后后来基金赚了钱 我再补那差二就变成养老险 那以后呢 我规划就是六十岁开始 我每年可以领五十万 一年五十万很多呢 够我吃喝生活这样子 一年五十万的意思就是 一个月至少有四万块啊 很多人都说 我就一直做一直做到六十五回 可是有可能像玉峰提到的 这个朋友的例子对不对 他可能会觉得说 怎么办我做到那么久 可是你体力都没有了 所以很多人就说 那我能不能提早六十岁就退休 也是可以的 而且其实不说不合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说 那我打八折 我不是领的比较少吗 我这样会不会亏到 我这边就用一个试算 假设我就用一个小证的例子 我觉得观众朋友可能很 很关心就是说 哇 你这么年轻 然后存了多少钱 就可以退休了 你是存多少钱 然后钱是怎么存的 我二十五岁的时候就是 把公司卖了 然后赚了一桶金 但是真的没有说 年轻就学会理财 然后也是乱投资就亏光了 所以你二十五岁就存了 大概一百万 对 那一百万以后 你去乱投资什么 二哥大有没有听过 二哥大 是很多人的痛 对 当时很热门 但是后来执照没有过 对 所以就是 血本无归吗 对 对 血本无归 血本无归以后你又怎么 再站起来 后来就是 还有两千年股市的时候 我也断头 对 融资然后断头 然后我就意识到说 以前就会想要说 一夜致富 但是真正存到财富 要靠聚杀成他 慢慢累积 是 那我就是改变我的 理财的思维和态度 然后我就开始扣基金 慢慢扣 三千一支 六千两支 这样子慢慢扣 这样累积起来 然后还有就是 我有买了一个保险 这个保险是 就是未来 可以当我的养老金 可以每年提领这样子 保险是一个什么样的保险 未来可以提领多少钱 可以说吗 它就是储蓄险 我先买那个 受险 然后后来基金赚了钱 我再补那差额 就变成养老险 那以后呢 我规划就是六十岁开始 我每年可以领五十万 一年五十万很多呢 够我吃喝 生活这样子 一年五十万的意思就是 一个月至少有四万块 对对对 四万块有啦 你一个人就有交用了 对对对 你有家有吗 我不买房子 我未来要住养生村 那其实我在存退休金这个金额呢 就是根据养生村需要的花费 去规划的 OK 所以你买保险跟基金一个月 一年至少有五十万 对 哇那不错呢 那个基金总共投资金额多少 投资金额就陆陆续续 因为我后来基金呢 遇到那个金融海啸的时候 我曾经有一档基金报酬率振100% 然后呢 正在想说 我是不是要停利了 对 正在想的时候 金融海啸就来了 哟哟哟哟哟哟 跌下来 好你以为说 跌到地板就停了吧 没有还有地下室 地下室完了 还有18层地域 对 那还好呢 在中间呢 我就觉悟了 我要赶快把这个 这个振 振报酬的基金做一个了结 才能会有子弹去加码 所以我在他振60的时候 我就帮他去整理了一下 获利了结 那那笔钱我就是慢慢加 一般人可能是会单笔 但是我觉得说我看不准那个低点 尤其金融海啸这样子跌 真的是你抓不到低点 你可能加到中间就已经没子弹了 所以我就一个策略 就是每月增加扣款金额 我本来一个月扣1万7 后来变成扣5万1 一个月扣5万1 那你钱哪来 对就是因为获利了结的钱 parking在那里 然后你就把它分成很多份 就可以每个月去扣款 那因为这个做法就是说 很适合上班族 你设定好了你的目标 和你的方法之后 你就不用去管它 对我们就专心上班 那我那时候就评估说 一个景气循环 或者是一个灾难性的金融市场 应该三年会回来吧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设定三年 三年大概不会丢工作 然后收入有持续 然后手上的资金可以这样加码 然后结果不用三年 一年半它就回到我原本资产的高点了 比你原来估计的还要好 对一年半 对那没有在低档加码的人呢 那时候都还在付 是是那可以问你 你本来自己开电脑打字行 然后后来你电脑打字行就卖掉了 那你都做什么工作 我就是进了保险公司 所以我才用保险来规划我的退休金 哦你做你在保险公司服务 对就是小资源 内勤小资源 反正有一个不错的工作 那你这样基金累积多少钱 可以说吗 几百万啦 就是我把这个保险呢 转到 我把基金转到保险投进去 大概就是有两百万 那所以呢 我就是有一个策略就是 大水库小水桶 一般呢水库水多了 是不是会泄后溢出来 那你一定要把这水咬出来 放在小水桶把它紧紧的锁住 所以呢我基金这里赚的钱呢 我就放在保险里 就稳稳锁住 那这个保险呢 它都会按时付我 给付我到上天堂为止 那我是不是就不用担心 这个现金流的问题 OK 所以你一直单身 对 OK 那你都租房子吗 对 所以租房子一个都付多少 因为我住台中 大概住26坪的话 8000 26坪一个人是够啦 对 很够了啦 很大 因为我是2加1房 那后来我就发现说 我客厅自从搬进去验课之后 大概就没有在客厅做过 对 好 那你在保险公司 为什么想要43岁就退休啊 也不是我决定的 是因为呢 以前住台北的时候呢 就是我说电脑打字公司 那时候会都没有运动 然后造成我不明原因的脚痛 对 那我搬去台中之后 就渐渐好了 那我曾经有回台北 再住两个月又发作 好 所以我就很肯定是台北水土不服 太湿冷了之类的 造成你循环不好 对 因为医生也说不出个悬疑人 脚怎么痛 痛到我从床上要起来 要用力撑起来 然后走到那个主卧室 是不是都有厕所嘛 要走到厕所 要花二十几分钟 不是加太大 这样就几乎不走啊 就是会定格 对 对 就痛到会定格 你不晓得发生什么事 对 我就问医生说 那怎么办 医生也找不出原因啊 他就说 那你就是痛的时候 来拿吃 的止痛药吃嘛 我说可是那吃多了 不是伤生伤胃伤肝吗 他说你吃十年再说吧 结果但是呢 我告诉你 我真的回头算 我真的吃了十年 只是说 我后来自己会忍 然后就减量 就可能要照三餐吃 我只吃一餐 这样子 对 那慢慢慢慢 在台中 我就觉得开始变好了 变好了之后 才能开始做运动 那为什么要43岁退休 对 因为老板就是 要调我回台北嘛 他觉得说台北 比较多工作的机会 对 那可是我就跟老板说 我的身体不适合台北啊 那可是老板不太接受 我的这个说法 对 他就说 你这样子 在台中 我们远距很难交代任务给你 那这样子有一点闲置人才嘛 所以硬要把我调到台北去 好 这时候 如果我没有做退休准备的话 是不是爬都要爬去 对 对 因为你有做退休准备了 对 所以你就 人的独立跟自由就跑出来了 是 你不用答应他的条件 对 我们不需要让人家糟蹋 自己有底气 不需要让人家糟蹋 对 不需要人家糟蹋 所以呢 就 我知道他下一步 如果不接受条件的话 下一步就是会结算我的年资 对不对 我就静静等他结算之后 我就宣布 我退休了 然后宴请办公室的同事吃披萨 哇 43是吧 对 好年轻喔 这个立芳 你打算几岁退 55岁 要问女生叫今年贵哥就问不出来 人家别漂亮你就问 立芳帮我问一下 您今年贵哥 不会50了 他在5年就可以退休了 在5年 在5年 为什么是55 为什么是55 因为我比会租多一个孩子 我每多 我四个 我每多生一个孩子 就我的退休计划就要往后延五年 要多存一点钱 对 然后一方面就是说小孩子 因为我先讲为什么 我退休后要做什么事情 我要坐山修山 在台湾做就是类似顾问职 一个礼拜七天 为什么是坐山 就是一季 四季 然后第一季跟第三季 我可能就是有在台湾工作一下子 然后第二季或第四季 第二季就去澳洲避暑 然后第四季就去南方度假 然后去泰国清迈 我想要去我喜欢的城市 Long Stay 清迈赞赞赞赞 因为以前我们工作 就是我们记者真的很忙 我真的要请个十天的假 也很难 有吗 长官会一直赖我 有没有 然后后来我觉得每次去度假 就是那五天顶多十天 真的是 我没有那个充裕的时间 跟那个心情 可以去好好的认识一个城市 所以我一直是希望说 我退休后可以 就是这样坐山修山 真的是在一个我喜欢的城市 住三个月 那所以你钱快存到 对所以这个第一要有钱 那第二为什么是五十五岁 因为我不是说孩子 不小心生太多 所以我也要等我老幺 现在国小三年级 等他可以真的上国中 要升高中的年纪 才比较能够离手 要不然现在小学生 还是需要我顾一下 现在几岁 现在他八岁 四岁八岁 四岁八岁五岁三岁 对 国中 因为老大已经都 保证你绝对没法拿 对 23还要再考试 考试就还好 因为哥哥姐姐都 前面都有一些那个 老大已经也上大学了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是这样暗省 然后至于要存多少钱 我是这样打算 我觉得大概我就预估 我没有像预风 四三七五这么精准 好像对名牌的感觉 对 直接就给他签了 我就是取整数 我就是两千万 为什么 我就两千万放在一个 六%的投资工具上 不管是配息也好 或者是零鼓励也好 六% 我两千万的六% 大概就是一百二十万 那一个月就是十万 我就数学很简单 就是一百二十除以十二个月 一个月就十万 那还不要去含说 我可能六十岁之后 我会领到劳保劳退 差不多三万块 那我觉得应该就是够用 我觉得够用就好 我没有去追求一个 好像要过得很好 怎么样的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说 预发四千多万是为什么 然后再不要说 他房子还不好意思 告诉我们有几间 对 我的愿望比较小 比较好实现 你知道谁对你有敌意 有 那六%的标地都找好了吗 我都找好了 其实我是陆续做 因为我不可能说 我今天刚好五十五岁 然后刚好全部的现金 再去做投资 我其实这个念头 大概是在我四十五岁的时候 开始的 那我当时就已经有一些存款了 那我就开始去做一些布局 不管是基金也好 台股也好 都有去做一些配置 那慢慢的就是 我就发现说 要去做到这件事情 其实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难 当你开始做 而且因为我也没有说 我要追求很高的报酬率 什么十%二十% 像惠珠可能是专业的超盘手 我就觉得六%的工具 其实不会太难找 所以我觉得我慢慢这样做 慢慢这样累积 其实已经有一些成效了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信心 可以做得到 可是你6%一百二十万 你有四个小孩要读书 对 然后你还要去旅行 对 那敢有够用 我觉得够 为什么 因为读书还有老公那边的钱 可以出 对因为我们其实 老公有钱没算进去 没算进去 因为我们两个一直是经济独立的 就是他赚他的钱 我赚我的钱 这样子 我们是各自理财 我们没有就是什么 夫妻同心 不小心在 不小心在节目中讲出来 夫妻有同心 不代表钱一定要在一起 所以我们一直就是说 因为他有他的投资逻辑 我有我的投资想法 所以我觉得就互相尊重 就是不要互相 那个 不要有冲突 同心怎么生四个 所以就各自理财 可是在小孩子的 共同的开销的部分 我们就是一人一半 所以你也要出一半 他也出一半 对 可以问一下老公做什么吗 他做传产的工程师 好 那他打算几岁退休 他对于你55岁要退休 有什么看法 他没有 他就做到他觉得不能做为止 工作压力大吗 你现在 我吗 我觉得还好 那还好就 就收入也不错 就是 做到60不行 也不是不行 而是如果我一直是在一个工作岗位上 我很难去跟老板说 老板我要休三个月的假 留职庭薪好不好 因为这会造成老板的管理上的难处 为难 即使他再怎么喜欢我 我觉得我都不要给老板出这种难题 所以我就是希望就说 55岁之后 我其实转类似顾问职这样子的工作 那其实现在有网路 其实哪里都可以工作 那我不要去做那种 我每天都要进到办公室的工作就可以了 网路上有人说60岁就先领劳退 好像提前领打八折 但其实是有比较划算 这怎么算 应该是说 应该是说60岁本来就是领劳退 65岁才是领劳保 所以你说刚刚郑大哥问到说 我要提前领 其实是在讲劳退 劳退60岁领 对 就是提早到60岁领 那就会打八折 因为你本来是65岁才可以领 你每提早一年就会减损4个百分点 所以5年4个百分点乘以5 就等于是20% 所以等于就是打八折的概念 所以我这边其实 所以我其实有去试算一个例子 就是说很多人都说 我就一直做一直做到65回 可是有可能像预风提到的 这个朋友的例子 对不对 他可能会觉得说 怎么办我做到那么久 可是你体力都没有了 所以很多人就说 那我能不能提早60岁就退休 也是可以的 而且其实不说不合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说 那我打八折 我不是领的比较少吗 我这样会不会亏到 我这边就用一个试算 假设我就用一个小证的例子 哎呦 我在讲我啊 没有 不敢 你应该是老 大哥你是大证 对 我的小证 或者是老证 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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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很多人对于 劳退跟劳保 其实是还蛮重要的 那我们请这个立方 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 其实基本上 劳保跟劳保 我就有算了一个 就是说有关这个劳保 本来65岁可以领 然后我提早到60岁 可以领甘会合 那我就用一个小证的例子 他其实薪水大概就是4万块 我没有去设说特别高 或特别低这样 就一般就是4万块的这个水平 那我也假设他一路这样子 做到60岁 都没有说什么加薪 因为那个比较复杂 我就不要算进去 那4万块 然后他的工作年资 从25岁做到60岁 就是35年的劳保年资 这样算下来 他如果认真去撑到65岁 才开始领 大概一个月 可以领到21754块 那我刚刚有说嘛 我每提前领一年 我就会打折 我提前五年领 我就会打八折 所以如果他提早到60岁 那打八折 就会变成17493块 感觉上比较少对不对 少了很多千块 可是你不要这样想 因为你本来是65岁 才可以领 你现在换到60岁 就可以领了 提前领了五年 你提前领五年 你多领五年 所以我就去做了一个试算 我60岁领 一路累积到 你领到 你活到75岁 你总共领了15年 对不对 你的总额 虽然你一个月领17493块 但是你却可以领到 324万 对不对 但如果你是老老实实 65岁才开始领 一路领到这个75岁 你是领到261万 其实还是比较多 对不对 你活越久 其实你真的没有差 那如果说你活更久 我刚刚说平均余命 大概是84岁 那我假设85岁 一路领到85岁 你60岁领 你这样子等于领了25年 你可以领到524万 对 所以你提前五年领 你总的额度来领 其实没有比你65岁领 还要来得少 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 要提前领 那为什么呢 再讲到一个 大家忧虑的事情 因为大家会欢乐 老保会躲 对不对 你以前而已 其实早点拿到 比较安心 所以我会鼓励 其实大家是早点领的 其实我自己也是准备 要60岁领劳保 因为事实上经过精算 你60岁领 你要一直到85岁 你才会领输那些65岁 才开始领的人 对 你都那么有钱 你干嘛那么计较国家的钱 不是 因为这是 因为我作为一个理财专家 你要帮人家 要建议 对 没错 因为当时像我2018年 我跟我妹夫一起退休 他从鸿海退休 他是那时候 他就选择一次领 一次领 因为一次领 他领的快接近200万 可是我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一次领 他说他不相信劳保局 他觉得劳保局会倒 所以他就一次领 那我觉得我就愿意 我相信劳保局不会倒 因为这个牵涉到选举的因素 所以我的判断是不会 我跟你讲不会倒 没有人敢让劳工这个钱倒 对 所以我就选择要月领 因为你想看 你到了60岁以后 每个月还有人给你2万多块 其实是蛮幸福的 而且台湾 其实台湾的财务很健全 就是大家因为选举 要把它讲得很糟糕 我讲实在 我们的举债额度 其实是世界上算很低的 新人你说这个没有规划跟准备 所以之后写波落格 就会有很多暗黑面 那如果重新来 你现在会有什么样的规划跟准备 重新来 当然第一个就是要跟预风一样 先把那个钱先准备好 对 不是钱不是有办法 短时间就准备好 对 但是如果说 像刚才那个地方讲的 就是我们只要一个时间开始就有意识的 有一个目标去准备 应该也不至于那么的困难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在台湾的退休生活 如果我们生活可以减约一点的话 其实不会太困难 所以是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是 如果早一点退休 像我们这样的话 最好就是在退休以前 先想一两件事情你可以做的 要不然人生 刚才有讲到 人生真的很长 我最近去上那个社区大学 我没有上那个学校的那一种 但是就是社区大学 我的同学都八十几岁 那个老先生 那其实他们都财务非常地自由 可是他们也会感叹 他就说昨天遇到的先生 他说他从六十岁退休 然后到现在八十几岁 他也退休二十年 那其实那个二十年也很长 所以他后来我有跟他分享说 我最近还是有在做像部落格 然后最近开始写书这样子 然后他也跟我说 对对对 是应该要这样 不然你到八十岁的时候再回想 其实那个人生 要想着退休后要做的事情 先想一下要做什么